请收看维新世界老祖先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老祖先机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来到了新殿教室 接受我们访问的就是新殿教室的负责人 袁华法师 袁华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主持人好 各位老祖先机的三信大德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我是新殿教室袁华 很高兴上我们的老祖先机这个节目 是的 我们到了新殿教室 其实交通也非常的方便 而且每次来的时候倍感亲切 尤其每一次来每一次来 这个感觉都不一样 这一次还是特别的殊胜 所以我待会儿要请我们的 运化法师来介绍一下 有这么多的神尊 那因缘是怎么来的 不过我想很多人一定也很好奇 我们运化法师跟着师父 到底是多久的时间了 而且现在还是跟着师父 在学习我们的《易经风水妙法》 我们请运化法师 先简单的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是的 其实我跟师父结业已经25年了 金牌的结业证书我未领到 是是是 那说起这个新殿教室的设立 经过这是老祖师尊的一个牵线 因为我们房东的大女子 太太的姐姐在我那边读出级班 那时候我们在找教室 他就说我们那边一个教室 他说你去看师儿不师儿 那我们还是用意补到六合卦 又应生事 我就非常高兴 一定是不错 是 所以我在一览截然 在老祖师身的牵引之下 就选择了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平洋穴 师父开寺了 在我们这边有一个穴 师父有开寺 所以我们房东他所过去 他后来进了我们中门 那之前他是昆仑先宗的 就拜洪经老祖 还有太上道祖 还有剑祖 还有李仙子 李洞宾就对 还有观世音菩萨 是 那有一天 师父来跟他们结言 师父开始说 那个大佛要请下我们楼下 本来原来我们是要让洪经老祖 太上道祖 这世尊菩萨来做尊 那房东可能有所顾虑 所以他就割爱给我们 我们也很感谢他 师父开始说 我跟这世尊菩萨有缘 所以我们中门 除了大凡事有以外 欢迎大家来拜洪经老祖 还有太上道祖 还有剑祖 还有李仙祖 还有我们祖 所以苏家河名叫做 五祖共和 五祖共和 也不简单 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 发觉不一样 而且每一尊的神针 都是这么样的慈悲 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新殿教室 真的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净土 在我们每个人在这里 学员在这里 共修上课来接了庙法 这是非常难得的地方 不过我们知道 因为文和法师在这里 应该说刚刚说有六年的时间到这里来了 现在一直都在开课 而且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放在开课的上面 最近好像你再过了九月份还要再开课是不是 对 跟我们大家做报告一下 是这样 是这样 我九月份的话 在九月七号我们新殿这边会开个新班 是 那九月八号在十丁会再开一班 那九月十三号我们会在深耕再开一班 是 深耕这个地方我知道它是豆腐最出名的 不过我想就是说有这样的决心来开班 也就是说让当地地区的人可以来接法 这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 尤其我们都知道每位学生都是来接法 就是我们的易经风水庙法 这是我们的生活法 但是接到了这个庙法之后 最主要还是要家家户户都平安 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但是我想也要请你分享一下 因为你这一段时间来了 跟随师傅这么久了 而且领带金牌这个金牌的这个证书了 表示说至少有25年以上了 那我想想就是说 你在这里跟随了师傅 学习易经风水庙法 再来还有结缘了这么多的信众 还有学生 一个一个慢慢都在提升了 不晓得我们原画法师 你的这种心得的分享 可以在这个老祖先进来 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吗 好 是的 我一个最近的案例就前天 我们一位老菩萨来 是 他跑来问我说 老师啊 我们昨天啊 谢谢这家伙好生 有跟老祖做会员 说六道的油饭 六道 老祖不知道几十斤 我不知道我不会去买 因为我这边人比较少 所以我就建议说 你要还原油饭和红软 可以去鲜活室 我这边有代表 一事一事就好 是是是是 那当时呢 去年的时候 也是七八月吧 我们这位师傅呢 心情不好 就进门 从来台湾姑姑家度假 那姑姑是我们正齐班的 就把她带来说 不然我带你去跟原浩瓦斯结言 我原来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 是 她来主顾跟我讲 她就是联系留到两个小孩 很想再有小孩 是 好像是老子师的牵连 因为过去师傅曾经给我一个 另外一个法号 是 是自身公公 你也是自身公公 对 是 看不出来 是 结果呢 那我就叫她请一个便当回去 三个礼拜当时怀孕了 我都一直安胎安胎 本来我是建议说去给师傅安胎 结果因为她的金盟 我就结婚了 是是是 所以她就在医院安胎 那个上个月 生了一个儿子 好 高兴得我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所以他们外婆 就是要来说要来幸运的事情 是 早来找老师 是是是 所以老子师生传了很多妙法 给我们师傅 我们师傅也 全部把这一半妙法 传给我们法讲师 还有我们的学员 所以这个法是 非常有一个师圣的 所以我们它叫做妙法普传 是的 是 那我们这个医经是生活医经 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上 而不是所谓学士医经 生活医经 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当中 而它是存在 而不是说 邀言破壮 是是是 没错 所以提到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知道老祖师尊 还有师父 教导我们 开始我们这么多的妙法 像我们真的是说 虽然他是在南部的教室上课 可是才刚刚上课 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竟然他自己的亲戚 要租一个新的房子 他可以帮他说 哎呀 你这好像穿心色的那样 你看看 马上用得上 家里马上就会平安 所以说这个才是 真的是生活法 不过你刚刚提到说 这位师姐难怪执意 要把这么多的 这些油饭跟红蛋 来这里供养我们的老祖师尊 还有这么多的神尊 主要也就是说 我们的原画法师师父也说了 你是主神公公 但是大家也知道 师父也是主神公公 还有因为师父是跟老祖师尊 是合一 很多人是孩子生不出来 也都找我们的主神公公 就是我们的王禅老祖师尊 那大家除了是 放一个完以后 还要再去摸五百多汗的头 我相信这个就是说 让大家知道 真的妙法在人间 但是你要怎么样应用 所以跟随师父这25年来 我在想就是说 除了这个之外 看学院他们一个一个这样的家里的情况改善了 老师有什么样的想法 没有错 说实在了 只有我目前来讲 不是我们夸大其词 是的 只有我们维新圣教 这个法能解决所有众生的问题 我常长一个比喻 我们这个法是教他如何去钓鱼 而不是给他鱼 是的 但是有的其他的宗门宗教是给他鱼没有错 但是你给他鱼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是的 而你是应该是钓鱼 我现在讲又一个案例 这个是上个礼拜发生了 是 那我们因为师姐 他爸爸 每十天进 十天后就进医院 是 一个礼拜后又出来联系四处 来来去去就对了 搞得全家都乱掉 是 真的 真的 经过一个讲师的介绍 然后我还是用语 我用语的给他补挂 糟糕了 这导王宫两代 德邦宫 是 那两代总共几个 六个 也是我遇到其中最多的一个 另外还有妈妈的两个英灵 是 后来伴得很老子的你听不懂 是 我当时也傻子 我当时叫他去附证资料 把那个资料调出来 一看他杀的就说 哎呦 哎呦 我杀这宫也有 六七宫也有 九七宫也有 阿公背就杀的了 是 他爸爸那一伴 给两个 他大哥二个 好像三个两个 还有他自己 有两个英灵 然後呢我们就建议刚好赶到那个大安宿那个法会 去参加把那个都把他设各伦联位 是 各伦联位 所以我們維新生叫 蘇蘇開校說 洪水 必經洪水跟這個活化 跟宗教 宗教就是活化 消災化解 是的 才能解決的問題 是 所以參加我們大安室的法會 晚後是叫他把那個正牌遷回去 這個禮拜一 我才去給他安好 是 所以他父親現在也安靜下來 就很覺得 他講話 什麼事情都知道 是 有時候現在就是說 還沒辦法走 沒有力氣走 見進室會起來 所以他也很高興 他說 老師啊 你救我們全家 不然我們全家 三人去顧我老爸 他媽媽顧到他打拼 沒有顧 他哥哥愛上我們要顧 他女友顧 他弟弟也要顧 然後我們那個師姐也要去顧 所以 錢家就亂掉了 錢家就亂掉了 有一個人 不健康有問題 不健康有問題 就把錢家整個打爛斷 他說 不是吃錢而已 他說到最後沒辦法 他是請人 沒有一天 兩千八 那一個月你給他算起來 一個家庭 一個月要付出九萬塊 不是每個人家庭 那是當然 所以 只有我聽他在講這個故事 講到最後說 老師不是我們不孝 我們真的 打得很累 也沒辦法了 所以我們後來最後 討論的結果 把他送到那個 顧禮之家 他就是天天 他離他們家很近 他說騎腳踏車 他說十來分的到了 他就是天天去看爸爸 他看了才安心 那我們也祈求老祖師尊 趕快加持他找入康復 找入康復 是是 沒錯的 陳如剛剛我們原話法師 提到了這個案例 其實不只是 陽世的人受到 老祖師尊的加持 我們也知道光光這些民界 我們看不到的這些 什麼德邦公 祖先 還有這些的英靈 經過了我們 維新聖教的廟法以後 由法師們親自張掛 解決了這些的問題 這真的就是師父常常開始的 我們是為國修道 為民祈福 民養兩利 真的是非常的殊勝 所以說我們也希望 藉由說今天大家 看到我們在信殿教室訪談的 負責人 原話法師 跟隨師父這麼久了 那各位 你一定來接法 這是很難得 而且是非常殊勝的 因為你看不到的東西 不見得就是沒有 它事實都在影響到我們 而且當每個每次法師一張掛 說你這有得幫說 有什麼 你回去問看看 真的百分之一百 真的就是如此 而且這就是神佛開口 雖然藉由掛像來告訴我們 但是既然知道了 我們把民界的這些祖先的問題 把它處理了以後 這些陽世的子孫得心安安了 所以我相信 你有處理過這些這麼多的案例 看到每個家庭這樣子 越來越好的時候 這個我們身為信殿教室的負責人 法師你就會知道說 真的我們也做了一個天大的功德 沒有錯 那我再補充一個案例 這個也是上個禮拜六 還是禮拜天發生的 是 這個原來我跟他講 他兒子只是打電話 他說我媽媽現在 不是說怎麼樣 不然不認同 不認同 輸出手也不能動 是 好像我沒辦法吃 他緊張 其實他是一個禮拜前 曾經打電話給我 曾經有給他補了一個掛 但是這位師兄 可能還有點不太相信 他因為他究竟 他不是我們中門的 是的 後來他看看不對了 老媽子 連吃都不能吃 結果我們還是再用意一次 還是同樣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就是後來他媽媽說沒有錯 他自己生了一個小孩子 生出來沒有幾天就走了 這個一個是他知道 是 那另外一個是 以前農業社會 都實在 媽媽很偉大 都生到別人生了一天 是 還要做事 結果他要去結他了 他發現他懷孕了 你知道 是 就把他拿掉了 都可以算英靈 是啊 對啊 所以 師傅開始 那個 我們輪體的卵子跟精子 變成瘦精卵 十天 就算英靈了 那曾經有個 有些 外面的人 包括醫生 他們的解讀不一樣 曾經也有人跟我說 老師啊 好像某某醫生跟我講說 三個月才算 我說不對啦 師傅開始十天的話 他的零就來了 就算了 是 所以 在我學習我們一經風水 這二十五年當中 我就把它歸類起來 很多 跟這家風水 有關係 大概三個中心很重要 就是 我們的子仙得榜 是 就是說我們父母那一輩都榜 再來就是我們父母 也就是不小心流掉了 大概這三樣事情 占了一個很大的一個比例 是 我想我們所有的 微信聖教的法師 講師們 他們所有的這一些的比率 這一些的跟大家所宣導的事情 都是由師父 老祖 師尊子 是學習來的 而且這都是有一個 有平有據的 這才是一個政法 像每一年 在我們的農曆三月二十六號 王禪老祖聖誕的大法會當中 就是有很多人 因為就是祖先 德邦公 英靈的問題 太多太多干擾到他們的生活 但是他們知道廟法以後 很多人都去做供養 家裡現在看他們改善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廟法可以幫助到別人 這是一件非常殊勝的事情 可是我們知道就是說 我們原畫法師其實 在我們信殿教室上課也很久的時間 常常帶學員到各地去做戶外的教學 因為裡面雖然看我們讀的 這些方位 風水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去看到實質的戶外 也會受到很多的角度 不同問題的影響 但是在這個地方 也結了很多好緣 尤其您最近想要到實定開課 這個緣分還是相當的殊勝 對 只是說的沒有錯 就這個月初的時候 我一個學生是自在實定 是 新北市實定深坑 是比較靠近山區 是的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人敢去開班 因為太遠 而且人次不是很多 對 那這回剛好有一個機會 剛好我們去實定天后宮 去吃豬肝肉 想說要戶外澆水 我從深坑實定那邊的擱澆水 深坑實定那個房子 那個條子去到河川 那是一個擱澆水 所謂的擱澆水 我想你也可以跟大家 解釋得更清楚一下 擱澆水就是它的條 在我們的水溝流過 經過這個製子 叫做擱澆水 擱澆水的大部分都比較不平安 那那天剛好很巧 擱澆水以外 我們還看到交費水 交費水就是兩個方向的水 會整在一起 會整在一起 安全 會交費水 是 那後來我們去一家餐廳 生意很好 它那個是玉帶水 玉帶水 然後我們最後到實定的時候 天后宮是鉛筆水 雖然天后宮鉛筆水 之前有做那玉帶在炸 但是究竟那個是補救的方法 到底效果多到人不知道 是 那沒有想到我們在那邊結宴的時候 後來天后宮你的姨媽出來跟我對話 她說你講這樣對 是 我講完我不知道我後來有事情 什麼大事 第二天天后宮的媽祖 就來到我那邊新店教室 你聽嗎 是 來一個一個十天不走 有什麼事 問說媽祖 你有何知識 你去跟朱瑋講 叫她前面那個鉛筆水 一定要再過來一點 然後再回轉這樣出去 會不會是因為你在那邊做教學的時候 這個姨媽她也在 她後來發現說 這個地方是鉛筆水 有問題的 她本來就知道 就本來就知道了 她們就是說做那個藝帶 是 在房子說不要漏那麼擠掉 是 因為那個廟裡聽說也花了不少錢 是 最後後來姨媽跟我的主事說 叫我要去找那個主委 我說主委我不管他 我沒辦法 我就透過我那個同學 請他安排看主委什麼時候有時間 我們去拜訪他 是 結果呢 一拜訪 主委很高興 然後希望我們去那邊開課 是 同時呢 他也提供 無條件提供的場所 跟我們上課 所以我們也感到非常的高興 是 那個姻緣 使機場所 沒錯 只要是我們服務信眾 我們老祖先機 反走過 我們的老祖師尊 必留下現機 所以就會製造一個好的緣分 讓我們在這當地 有更多的有緣的信眾 大家來揭發 這是無可厚非 也是相當殊勝的安排 所以有這麼樣的一個先機 我們一起來攻佔我們的 王禪老祖教主天威 王禪老祖福入壽星 福應蒼生 故我其手臨離 今天我們真的非常高興 就是我們信念教室的負責人 袁華法師跟我分享這麼多 我想應該會讓每個人 有一個很大的省思 今天謝謝袁華法師 謝謝感恩祝福您 謝謝主持人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同時也感謝收看老祖先機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樂 壽星 万怀迷心 诸不选 万怀相传 遥不得